国庆乡公所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鹿绳季活动 正式宣告今年国庆乡的鹿绒采收季正式来临 客家纪观光所所长张红利表示 会举办这场活动 除了是要推销国庆乡的鹿绒产业之外 也结合国庆乡的琵琶以及咖啡 并举办亲子鹿跑的活动 让游客欣赏国庆乡的美景 也是希望将国庆乡的美景 与幽浪农特产能够行销出去 公所会举办这些活动 主要就是跟我们的产业结合 不管是鹿绳季 琵琶 瓶剑 咖啡姐 抢神功 我们都是不仅是观光 不仅是推文化 然后我们也是要推产业 希望结合像这个鹿绳季的鹿跑 我们就是要吸引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朋友 来认识国庆乡 来认识国庆的产业 然后达到促销我们国庆产业的一个最大目的 先议员岳仁创表示 鹿绳季的活动非常的热闹 也表示鹿绳采收季正式开始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都能够来国庆乡游玩 国庆乡不仅有优质的鹿绳产业 也有琵琶 咖啡等丰富物产 欢迎大家来国庆乡采购 并且欣赏国庆乡的好山好水 国庆乡一年一度最重大的节日就是鹿绳季 今天正式开跑 那也宣告国庆乡南港村的鹿绳 从三月份到六月份的采收季 也正式展开了 然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都能来国庆乡来南港村 来采购我们喜欢的鹿绳的产品 然后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特别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有举办那个鹿绳的活动 但是他是不收费 只要你收集你的发票来换鹿跑证 就可以参加个活动 并兑换当地的农特产 然后欢迎大家多多来南港 多多来国庆乡玩 副议长潘一璇也邀请民众 能够到国庆乡来进行轻度的旅游 国庆乡有丰富的物产 加上九分二三 乔爽云天等等的美景 相信也会让您有一场不错的旅游体验 记者陈伟一国庆乡采访报道